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恐怖發展方向 可怕牢籠在線 綜合報導 胡心與岸致遠中學背後 活摘器官一條龍銷毀 為何令人聯想到谷開來? 令人窒息的絕望 解決胡心與岸的唯一方法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月31號 星期二 我們每天也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 歡迎您訂閱阿波羅網副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恐怖發展方向 可怕牢籠在線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1月31號 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 《一名九五後退伍軍人的春天》 文章主人公的三個角色分別是 退伍軍人 家庭農場主 合作社理事長 這顯然是宣傳的重點 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 聲稱要發展新型農業經濟實體 和社會化服務 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 而家庭農場 農民合作社就屬於所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在二十大之後 中共大大小小的喉舌 開足了馬力對二十大報告進行宣傳 而上述宣傳文章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產生 農業合作社是毛澤東時期的農業集體化的標誌 而農業集體化 從合作社到後來的人民公社 不僅是經濟上的完全失敗 而且造成了數千萬人失去生命的大饑荒 2016年5月15日 中國媒體紛紛報導 中國總書記習近平考察黑龍江的九城水稻合作社時說 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 曾經引起了觀察家的普遍關注 美國經濟學家教授張新當時撰文指出 農業合作社是個缺乏經濟效率的 被淘汰的組織形式 一百多年 中外各國的正反經驗已經證明 翁有志指令型經濟 以及他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合作社是一條註定要失敗的道路 中國不能再倒退回去 楊繼生在其墓碑一書中指出 改革以前靠三種手段把農民牢牢地鎖定在土地上 一靠農村組織 二靠經濟政策 三靠戶籍制度 農村組織就是集體化 從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再到人民公社 每一個農民都在一個嚴密的組織中勞動 生活 經濟政策主要是統構統銷 農產品統統由國家收走 每個公民的一切生活資料都憑票憑證供應 沒有糧票 油票 布票 肉票 蛋票 煙票 人們就沒法活下去 而這些票證是按行政管轄地區分配給轄區內居民的 離開了自己所屬的行政管轄地區 就得不到這些票證 戶籍制度使人口不能流動 這三個方面結合起來構築了一個牢籠 把農民死死的圈在家鄉 也構築了一堵高牆 把農民擋在城市大門之外 那時的農民很少離開家鄉 絕大多數人的終生活動半徑不超過100公里 從中國大陸發生的系列現象來看 這個牢籠似乎正靜悄悄地回到現實當中 胡新宇案志遠中學校長背後活摘器官一條龍銷毀 為何令人聯想到古開來 江西志遠中學學生胡新宇失蹤100多天後 最後官方稱找到了遺體 但是疑點重重 黑目深深 網民一直質疑胡新宇是權貴器官遺植的犧牲品 而卷入風波的志遠中學校長劉古來 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中共前高官薄熙來之妻古開來 名字竟以字指插 這是天意 胡新宇遺體為何在梁庫被發現 學校當天監控錄像為何被刪除 為什麼他的外套反著穿 是被誰脫掉和穿上的 這幾個細節都指向從一開始就在社會上傳得沸沸揚揚的小胡 被活摘器官的猜測 網傳當地人爆料 一個戴帽子的人 是一個什麼大官 得了一種什麼病 需要移植器官 但這個大官血型非常罕見 而胡新宇的血型正好配上 據知情人士透露 胡新宇所在的志遠中學在此之前就已經發生多起學生離奇失蹤案 近年1月3日 新浪網轉載自媒體去比談教育的文章 披露胡新宇就讀的志遠中學校長劉古來足弟 竟是當地殯儀館老闆 這個爆料顯然是暗指劉古來與開殯儀館的弟弟在活摘器官上搞一條龍的銷毀環節合作 目前無法考證這些爆料 但劉古來的名字讓人感到吃驚 因為他與以廣備報導設活摘法輪功學院器官的古開來名字只差一字 劉古來的靠山是誰 先看看江西省上饒市延山縣志遠中學校長劉古來的情況 劉古來1962年生 1983年畢業於上饒市專數學系 江西省上饒市延山縣政協委員 上饒市第一屆第三屆政協委員 上饒市科委委員 上饒市民辦教育學會副會長 1999年創辦延山縣首家自立高中志遠中學 該校是江西省教育廳重點建設中學 上饒市優秀學校 在中國 辦民企特別是涉及中共專權洗腦用的教育領域 要想站穩 沒有靠山根本沒可能做到 從這家學校和劉古來本人得到的一串榮譽看 它是江西當局的一張名片 在當局打壓民辦教育的近幾年 志遠中學仍能繼續發展 靠山當然不一般 這些靠山當然也保護了器官活摘黑色利益鏈 網友傳得永眉有眼 劉古來在本校學生中沒有找到匹配器官 後來擴大體檢範圍在桃園中學找到胡新宇配性成功 於是胡新宇特招到志遠中學 然後商人取器官 供高某翔做器官一職 真有類似的事件 中共官方是不可能去證實的 但這樣的事早已有之 只是過去人們不敢相信 古開來是中共屍體進出口和器官海外需求代理人 美國調查記者Ethan Gartman 2012年在《全球事務》雜誌上 發表了一篇題為《苦痛的摘取 中國器官捐獻的夢魘》 提及薄熙來 古開來在大連時期 就開始涉及販賣器官及屍體 薄熙來任大連市長期間 親自審批註冊的大連 馮哈根斯生物蘇法公司 專門 令人窒息的絕望 解決胡新宇案的唯一方法 胡新宇終於找到了 按照警方的說法 他就這麼靜靜地在離學校僅數百米的小樹林裡掛了一百多天 在中國新年過後即將開學復工的日子裡 就這麼被群眾發現了 大紀元發表了署名廣語的評論文章 官方輿論也正在引導結論 警方就要結案了 說是自意 如此顯著的位置 如何完美地避開警選和幾千人數日的地毯式搜查 而且在潮濕氣候下懸掛樹枝 百餘日不腐不臭 這就要結案 這是結紮群眾的智商 其實我們都知道真相終將被掩埋 冤屈的悲鳴也必被五塞 可我們還是抱著一線希望 希望在海內外無數人的關注下 他們總得給一個合理的交代 這就是中國 在公眾輿論的監督之下 體戀女仍舊在中國 胡新宇們走得不明不白 不清不楚 中國的紅利 韭菜 人礦們被收割開採 吃乾抹淨了 還要背上自意的惡名 這一切的原因何在? 中共 它製造了中國人民近一個世紀 並仍在持續的災難 它是恐怖的根源 和令人絕望的瘟疫 它還在將其迫害 輸出至海外華人 乃至危害全世界的安全 中共不滅 國難未夷 中共不滅 國難未夷 中共不滅 國難未 以為